作词 李宗盛 伴你在一起 哈喽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阿弥陀佛 我们要跟大家 再继续探讨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里面的第四位 弥谍大士 就是弥谍菩萨 那他是现一位居士相 那上个单元 我们是有介绍 这位弥谍居士呢 是在自在城 在自在城的地方 然后在世纪的当中说法 就是这位在家的菩萨 真正是菩萨 他在这个采摯那里 还是说 很多人的所在 他在那里设法 那善才童子呢 找到他以后 就跟他请问 那弥陀大士呢 知道他已经发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就反而呢 就从他的说法的 师子座上 就下了座 反而来顶礼善才童子 所以这位菩萨呢 是非常的柔软谦虚 所以还顶礼善才童子 是因为他赞叹善才童子 能够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是很不容易 那接着呢 他就跟善才童子呢 就是赞叹 就是说能够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就是不断一切佛种 那能够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就等于是能够解救众生 那从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实际上也得到诸天的供养 所以他先赞叹 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 这一些出胜的功德 所以诸大菩萨呢 就是赞叹的 就是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我们说发心发菩提心 也是要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也就是说能够愿意学佛 而且能够愿意要度化众生 那能够传佛的佛种 就是把佛法继续延续下去 是这样 那我们上一次呢 就是介绍到 这位迷洁长者 他是一位大士 也就是菩萨 那么他跟善才同志呢 赞叹的这一些 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 这些功德以后呢 他又赞菩萨的难得 因为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呢 也就是要开始行菩提心 所以他也就继续呢 就是赞叹 能够做菩萨呢 实际上是很难得的 因为能够为一切众生所依 然后呢 能够救济众生的这一些苦难 所以这个是 这位迷洁大士呢 他又跟善才同志在这样子赞叹 然后又批育说 一位菩萨呢 就好像是月亮太阳 或者是大地啦 那或者是这个雨啦 那么这些呢都是 能够救度我们众生所需要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呢 就是不能够没有太阳啊 雨啊 风啊 雨啊 风啊这一些 那也像传师一样 在这个华音经里面呢 就是称船夫啊为传师 那就是看到 看到船夫的能够度人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一个作用 所以尊称他为传师 那传师呢 他主要就是要能够引导 要这个众生能够出离这个大海 这个大海 生死的海 然后呢 也能够在佛法的伐海里面呢 能够了解这个能够渡过海的方法 所以这个是来批育菩萨的 那也批育菩萨呢 就像桥梁一样 能够另一切众生呢 能够渡过生死海 我们知道这个桥梁啊 所以能够让人家呢 走这个没有路的路 本来我们从这头山呢 要到另外一头山去啊 那可能呢 我们要绕道很远啊 有时候这个山谷也是不好走 那如果说像是一个桥梁的话呢 当然他要建造这个桥梁也是不容易啊 搭这个桥也不容易啊 可是当搭起来以后呢 就方便很多 就让人呢 从这个山跟这个山呢 就直接就可以过去了 所以用这样子来批育菩萨呢 也就是说让一切众生 在这一些的苦恼 生死海之中啊 他就能够有出离的道路 所以弥洁大士呢 他跟善才同志 这样子赞叹的时候呢 实际上他就是在教导 他就是教导善才同志啊 就是说我们要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实际上就是要学习菩萨的这一些的难行能行啊 那弥洁大士呢 他为善才同志这样子 说这一些菩萨的功德以后啦 那么他的脸就是面门啊 就是从他的面上就放出种种的光 他的脸就放光了 那么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结果呢 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呢 凡是被弥洁大士的光照到的 那他们就就来到这个弥洁大士的地方 那么就等于是接受弥洁大士的教导啦 所以弥洁大士呢就为他们说法那么方便开示演说分别 那就等于是说按照这一些众生的根基啊 那方便善巧的为他们说他们能够开解自己的心的方法 然后呢为他们开示佛法演说佛法 一个是对峙的 那一个是呢就是佛菩萨所证悟到的 那就等于是他自己证悟到的 然后呢一一的分别 解释伦治品庄严法门 那这个法门呢也就是弥洁大士啊 他的法门 那这里称作伦治品的庄严法门啊 那这个地方呢主要的应该就是在这个智 我们说这个智呢 智品啊就是等于是说文字代表语言的这样的部分 那伦呢应该就是说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那么这个一般呢就是以这个为印度的梵文 印度的梵文啊 那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学习梵文的时候呢 都是称作四十二字的字母 那通常呢我们如果以文殊菩萨的 这个文殊菩萨的心咒啊 就是阿拉帕恰那 阿拉帕恰那 然后加一个核心的D 那这个呢就是代表呢 这个梵文呢他发音的部位的不同的 这个层次啊 阿是母音啊 阿拉是反舌音啊 就是卷舌的 那这个帕是纯音啊 那那呢就是齿音 就是就是说这个有不同的发音的部位 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呢等于就是说 把所有的一切的语言呢都把它就是收射进去了 所以称作伦志品庄严法门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跟下面的明杰大士 他自己说他已经所获得的 这个法门呢是妙音陀罗尼啊 他是得到妙音陀罗尼光明法门啊 也是一样就是妙音陀罗尼就是 得到一切能够让所有的众生都听懂 的这个语言 那他也听懂所有众生的不同的语言 所以这里呢又称作伦志品庄严法门啊 就是应该就是指着 能够统设一切的语言的法门 所以等于是这位明杰大士啊 他善于能够听懂一切众生的语言 所以他用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法门呢 他就让这些所有的众生啊 他们能够闻法 而也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而且呢就永远不退转 就是不退转呢就是 不会呢因为碰到这个困境啊 而退 退他的这个菩提心 所以弥切大士呢 他跟善才同志啊 他说了这一些赞叹的话 实际上他是还是站在地上 他没有坐在法座上 所以他就跟善才同志呢 赞叹了这样的以后呢 实际上他也是 就是跟善才同志一样 站在这个地上的地方 然后他讲完了以后呢 他才回到他自己本身的 这个说法的狮子座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才正式跟善才同志说 我已经获得妙因陀罗尼了 那这个妙因陀罗尼呢 是能够分别知道三千大千世界中 朱天 还有龙 夜叉 钱达婆 钱达婆就是月神 他就是很快乐的这种生活呢 都一直在就是吹奏啊 这个音乐的 那阿修罗 迦罗罗 迦罗罗呢 就是金赤鸟 那 锦纳罗 这个钱达婆呢 是有的说是香神 那锦纳罗呢才是月神 那摩霍罗茄呢 就是大芒蛇 就是我们说 这个摩霍 它实际上就是大的意思啦 那只是在这里他用那个猴 猴字 所以我们以为是 另外的字 实际上就是摩霍 就是大的罗茄 那罗茄呢 就是罗嘎 就是蛇 大芒蛇这样 那我们 中国啊 对于这个 大芒蛇啊 实际上我们有时候都翻译成龙啊 龙是龙 就是盲蛇 称作龙这样 那还有人与非人等啊 这一些诸犯天所有的语言 所以这个表示呢 就是这位 迷洁大士 他就是善于呢 跟所有的不同类的众生呢 他都能够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说法 然后呢 他也能够知道他们的语言 所以呢 这样子 三千大千世界十方无数 乃至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啊 亦复如是 就是 所有的世界 不管是什么样的众生呢 他都知道他们的语言 是这样 所以 迷洁大士呢 他就 跟善才同志 讲了他所修的 这个法门 是以伦治品庄严法门 又称作妙音陀罗尼 那么他最后呢 就是用 菩萨妙音陀罗尼光明法门 来 称呼他自己所修的 那等于就是说 他自己本身呢 所修的就是菩萨行 那他的菩萨的行的特征 就是妙音陀罗尼 那陀罗尼呢就是种词的意思 所以种词呢 就是我们说奏 他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 能够用一个代表的音啊 来涵盖 这个 也许是很复杂的 这样的一个内容 所以叫陀罗尼 就是说 你念一个字 或是一个咒语 他就可以 就是能够射受 做所有的这种妙法 所以叫做陀罗尼 那他的意思呢 就是从梵文的字 翻译上下来的 意思就是种词 那我们有时候就是 通常我们说咒 就是咒 咒语的咒 陀罗尼就是咒语的咒 那这个是梵文的字 那意思也就是种词的意思 那他又是能够放光的 所以光明法门 那这个就是 弥切大士所修的 那所以 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介绍这位弥切大士 就知道说他实际上也是一位大菩萨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呢 就是介绍的是第四位 第一位就是在这个圣乐国庙峰山的德云比丘 然后第二位呢 就是观海的不可思议的功德的海云比丘 那第三位就是在虚空中可以来去滋留了 这个善助比丘 那第四位呢就是弥切大士 那实际上呢我们就是在探讨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的这几位的大善之士啊 都是大菩萨 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那么他们虽然都说他只修这个法门 那实际上这个法门呢 一个法门都不得了 他都可以用这个法门呢 来就是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了 那在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我们也是可以对照我们自己本身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还是凡夫嘛 那我们看到这个大菩萨的这个境界呢 实际上我们是很向往嘛 那可是怎么样子做到呢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先了解说 那我们有哪一些众生的这一些习性把我们障碍住了 所以一样的等于是佛跟菩萨 他们也是从众生来修行起来的 所以他们也可以了解我们众生的心性嘛 所以他们才会发悲心要来救度我们 这些凡夫的众生 也就是因为凡夫众生 我们也是可以成就佛菩萨的这样子的 不可思议的境界 那最主要的就是佛菩萨的这种悲心 他愿意来 舍弃他自己的这种安乐的境界 而来度化众生 众生不容易度啊 对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习性也这么多 那菩萨所以要修忍入是这样 要度一位众生就要忍入这位众生的习性 那我们看看 就是说像德云比丘啊 他就是在这个山里面啊 很逍遥自在啊这样子走啊 那这个海云比丘呢 他能够观赏这个海啊 那等于就是说 他们在他们的自己的境界里面啊 他就能够自己就是观察他所属的境界 那我们也用我们的这种 所遭遇的境界呢来对照一下 就是说我们碰到境界的时候 我们都是都是起这种烦恼 那我们都会觉得自己就是很多的这种 好像这个这种悲伤啊 或是忧悲苦恼这样子啊 那没有办法去观察说 当作他只是一个境界这样子去看 所以我们看到说海云比丘他在观察这个 海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啊 我们也常常看海啊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 这么维系的观察说 这个海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 他能够包容 他的这种深度 那这一些的这种等于是海的这种 德性啊 我们好像看了我们的身边的这些境界 我们好像都是随随便便的 好像自己都是挂着自己心里的这些烦恼 我们都一直带着烦恼走 可是都错过了我们所身边的这一些 真正美好的境界 那实际上这些美好的境界呢 也就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的这种四周 只是因为我们自己都陷在我直 所以我们现在了解说 实际上我们的我直呢 实际上就障碍了我们看到一切事物的真相 是这样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 去真正去体会这些境界到底 他的这种真实的情况 是这样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说 我们学习把我们的新的这些烦恼 放下 然后呢 好像打开我们的眼睛 看看四周 真正的来看四周 不是用我们的这种 我直我们的感受去看事情 而是很客观的去观察这个世间 他真正的这种存在的情况 不要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以这种贪生之烦恼 因为有我直的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分别的这一些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能够用这样的话 实际上就在转化我们的这个烦心了 我们的烦心就是由我直来捆住的这一些种种的情绪 这一些不同的这一些念头 是这样 那当然 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 就是说在学习这个菩萨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本身先观察我们自己 然后打开我们的心量 那不然的话 像善助比丘都能够在虚空中这样走来走去 这表示他是很亲的嘛 他是生无挂碍啊 那心也是没有挂碍啊 那我们自己的心好像几千斤重这样 我们都不轻松啊 那我们自己本身心都不轻松 何况说还能够在虚空中走 那实际上这一些呢 都是从我们的心性来转化的 是应该是能够突破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能放下我们这些心的 这么种种的这一些的这种 这种执着 那放下的话 我们先感到我们心里的轻松 然后心能够自在 身也自在 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体会说 实际上这些诸大菩萨的 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 他们都是从他的心来转化 然后呢 转化他的身心 都能够达到这种安定的 而种种的变化 所以这些呢 就是发菩提心的大菩萨的这种 神通变化的能力 所以这些 我们就了解说这个是可能的 那只是说他们也应该是 都是累结这样修行起来的 累结这样修行的 所以能够正到这样的境界 那我们这个部分呢 就是介绍这四位的大士以后 我们接着呢就是要 再看看这位弥切大士 他跟善才同志 他就指示他所修的这个法门是 菩萨妙音陀罗尼光明法门之后呢 他也是一样跟善才同志说 他说 我就只知道这个法门而已 那如果呢是像善才同志呢 就是要了解这么多的所有的菩萨 摩佛萨的诸大功德行 那么就不是他所能够告诉他的 说这样子呢 他没办法教他那么多 所以他就告诉善才同志 他就说善男子啊 你还要呢往南 再继续往南走 那么南方呢就有一个聚落 叫做柱林 有一个村庄 叫做柱林村的 那么这个柱林村里面呢 有一位长者 这个长者呢 他名字叫做解脱 就是解脱长者 你就去这个南方的柱林村呢 去请教他 请教他呢 应该怎么样子修菩萨行 然后呢 怎么样子能够成就菩萨行 然后呢 能够怎么样子 能够集诸菩萨行 就是能够了解更多的菩萨行 而且都能够去修行 然后呢 怎么样子思维菩萨行 就是思维呢 就是用心 细细的去体会 这个菩萨行 是怎么样能够真正确实能够做的大 所以 彌杰大士呢 他就跟善才童子呢 又继续介绍他 下一位的善知识 就是柱林村的解脱长者 那这个是第五位 我们讲的第四位 那现在是第五位 那第五位的这位解脱长者 我们说这长者主要呢 当然是受人尊敬的一位长者 那当然他的年纪也是比较老一点 年纪也是比较长一点 然后呢 他本身就是有德性 有修行 所以呢 他在这个世间呢 也有相当的福报 所以我们称为长者 是这样 那 善才童子呢 他就听到彌杰大士呢 就是告诉他还要再往南 再去参访这位长者 解脱长者 那么他就要离开彌杰大士 所以呢 他呢 就是 也 舍不得离开这位彌杰大士 这么亲切 是吧 又很和蔼 可亲 对吧 因为 这位大士呢 还会下这个法座来跟他顶礼 这一点价值也没有 然后呢 也没有说 那你这个小孩子 你 好像看清他是一个小孩这样 反而 就因为他发菩提心 就向他顶礼 所以呢 这善才童子 他是 非常的舍不得离开这位 这个彌杰大士 所以他就一边流泪啊 悲泣啊 就非常的难过伤心 是因为要离开这样的善知识 可是因为呢 他又是心存这个求法 就是觉得说应该还要再去参访啊 所以呢 他要求一切智嘛 那一切智的话就是佛的智慧的话 我们不是自己可以开发的 还是要听善知识来开导 有善知识开导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有这个境界啊 那不然的话我们 除非是有善根因缘啊 那善根因缘也是过去是有这样修过的 那如果过去是有修过的话 我们就在这一次呢 我们应该就会有这种善根发向 可是呢 就是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就是要一直在参访 一直在学习 所以他就对这个法的尊重啊 那么应该呢 他就是还要再往下去参访啊 所以呢 他虽然舍不得离开弥邪大士啊 他还是要离开 因为他要往下一位解脱长者去参访啊 所以他就像弥邪大士呢 也是就是环绕无量渣 就绕了好几圈啊无量数的 就是因为一直舍不得嘛 所以一直绕一直绕 绕完了呢 他就是还是心存这个景仰的心 然后呢就告退告辞 然后往南 往南就是继续去参访啊 那所以这个就是 圣才童子呢 离开弥邪大士的地方呢 就继续到南